作为年会宣教部 我们非常重视宣教教育的开展和推广 自2009年至今 宣教部一直不屑于力地协助年会属下的堂会 开展把握时机宣教课程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 我们也真实地见证了数以百计 弟兄姐妹们的生命 借此课程被上帝翻转 被上帝改变 被上帝使用 感谢主 至今为止 共有约738位学员 走过这个生命旅程 荣耀归于上帝 我鼓励你 你一定要来参加把握时机课程 谢谢 来临课程及更多的相关信息 请您登陆Kairos Cause Singapore的网站进行浏览 中国人事工方面 宣教部在2013年8月 积极配合四中 成功举办了第一届 CHESTA海外中国留学生福音联合会 此外 在2014年1月 我们首次尝试联合七个堂会的中国同胞团契 举办了我们是一家人 除夕晚会 回应也非常热烈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当 有相知相守 还地久天长 非华族事工方面 今年5月 宣教部联合卫理工会 弗林堂的弹米尔事工 一起举办了一场跨文化特别交流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论是华族 印度族 印尼族 或是缅甸族群 盼望我们可以在主里成为一家人 一起来赞美 感谢我们的天赋 在此 我们也再一次邀请所有的会众 积极关心和参与 让我们在这一片广大的门前和场上 同心合一 广传福音 另外 感谢主 几位弟兄姐妹 回应圣灵的感动 奉献金钱 设立了宣教发展款 该发展款 自设立以来 除资助了三场大型福音特会的举办外 还先后资助了几位弟兄姐妹 全时间或部分时间 与喜福宣教学院 新亚审学院 和三一审学院进行学习 其中已经有人自愿回去中国服事 真正实现了反向宣教的意向目标 除了新加坡本地的宣教施工 宣教部也积极参与和推广 临近国家的宣教施工 例如廖内加利文岛的宣教施工 在那里 第一间卫理学校第一期的建筑工程已经完成 因着当地教会的需要 宣教部今年也协调本地任领的堂会牧者 到加利文岛 逐礼圣餐 又如太北地区 我们在去年年末 积极与恩约堂携手合作 组织短圈队前去学习 也参与那里修整道路的服事 处处何场都发出呼声 但是回应的工人却很少 我们盼望能够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愿意回应 积极参与 在宣教士方面 当宣教士未能筹足他们的经费时 宣教部也积极给予协助 年会牧者崔基德牧师 心系合场 目前已经与师母一起 正式踏上了泰国的宣教旅程 还请您在祷告中 特别纪念他们 最后 我们恳请您特别纪念 来临的GoForce 2014宣教大会 同时 我们也凭着信心承诺 我们愿意奉献一万块 新币给这每三年一次的宣教大会 而这一切 需要您的参与和支持 谢谢大家